一個臺灣南柱在立經上海之後 四連的事情 郭台瓣長是表示 他是因為砍射詐騙 當地接種了解 劉河主委 副水情對處是表達不完 因為中國是都不允許來方通報 那南柱的解釋是希望了解 還有那麼多消息 讓他們趕快回來了 旅行民裡面就是 頂國的地 立經上海之後 四中的二十二下四過的女人 他的親友很長期要找人 郭台瓣在二三月到 有上新的回應 說這個四過的女人 因為射驗詐騙 只要一個接受調查 中國議員方便將會 以法保障議合法的關係 郭城南柱的嘉秀 看到新聞才知道說被嚇死了 是不是有被 被威脅還是被怎麼樣 才會去做哪一些事情 我只希望說 看人安全的回來 嘉秀 也希望真是不知 現在人在這裡 第二天也已經報警 安警由一般的四中安警 提款到林口環部的安警處理 不過郭台瓣並沒有 具體的說明這個四過的女人 是寫到哪一種照片 人現在在這裡也要靠臉 劉委會不斷中國議員 單位到現在都不向台灣進行 反正連線主義委通報 郭先生是被他們這個拘禁 那也就是說中國大陸都沒有向我們通報 人身自由安全限制的這個名單 我們對這個也要表達我們的不滿 在這幾年來 看鏡照片的安警很嚴重 協報有這麼多 第一次人數 實驗 它做中國的公館 它才是執管人員 在西班拉利用電信網路 看鏡照片中國的民眾 在今年北京找 要寫幾條照片 在通知 它才是韓國出境的 二十幾年年年路 想要坐當時頭到東南亞 不好意思 我們不會跑 我告訴不定要注意到 在這群國人將會有照片 比台北 比韓國人人身自由 它才是市長 在安警有情侶情形 在這邊 給予國人 不可以聽信來路不平 身事管理的工作 也要注意 讓我看過照片安警 記者綜合報道